好的,大家好,我是美根簡慈軒 拍攝煙火呢,一年至少有一次的兩三次的機會 一個週末的機會,那拍攝煙火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為什麼呢?因為它是活動的,它是一直在動的 這種現象,這種景觀呢 你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照片出來 我們怎麼拍呢?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到拍攝的幾個方法 我們來看看煙火是怎麼回事呢? 這個,這種煙火就是,我很早期,剛剛開始拿相機的時候拍的煙火 就是對著煙火,然後呢,就長時間曝光 那那個時候還不知道說到底要怎麼曝光 所以網路上看了一下 它說曝光六秒鐘 是好是壞 我看了以後呢,我不是很喜歡這種固定時間的 那我等一下就跟大家分享說 拍攝煙火的時候,我是怎麼算時間的 那煙火為什麼拍攝起來很好玩呢? 因為眼睛看到的跟你照片 相機所儲存下來的東西不不完全一樣 所以呢,我們是應用這種相機長時間曝光的功能呢 抓到了人們眼睛所見不到的美景 所以這個很有趣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說 拍攝煙火你需要哪一些東西呢? 這些東西,我是說這個螢幕呢 大家不用著急 我會送一個PowerPoint給大家 這些Essential都會在裡面 拍攝煙火你一定要有的就是一定要有 拆跑,三角架 而且要有Shutter Release Cable 你沒有這個東西的話呢 你很難控制住相機不動 而且很難控制住時間 所以這兩樣東西是必須的 除了你的相機之外啦 那你的相機用什麼樣的鏡頭呢? 就看你站的煙火的位置 如果跟煙火很近的話呢 那就用廣角,超廣角 要不然的話 你用標準鏡頭或甚至長焦鏡頭都可以的 然後呢,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把UV Light Filter要拿掉 然後相機的設定怎麼弄呢? 好,第一個就是 你要把Long Exposure Low Reduction去掉 同時呢,F-Stop用8或者是附近 或者是9或者是5.6 那看你的相機和你的設定 可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說 當你照了第一張之後呢 你趕快檢查一下 你這個設定是好不好的 ISO用100或者是更低 然後怎麼樣對焦呢? 你的鏡頭一定要設在Manual Focus 然後呢,如果你可以手動去對準那個 去調節你的鏡頭的 對焦的位置的話呢 你就把它放在Infinity 然後回來一點點 要不然的話呢 你就找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 比如說星星啊 或者很遠很遠的一棵樹啊 你就把它焦點對在那邊 然後就把它設定好了 變成Manual這樣子 你的Focus就不會動 好,再來就是 ISO光圈定好的時候 再來就是速度了 速度呢,我們一定要定在報 因為呢,速度並不是說 你每個拍6秒鐘、8秒鐘就好的 不好 速度呢,是由你決定的 你什麼時候開始拍 什麼時候結束 就是看你煙火上來的時候呢 還沒打開的時候呢 快要打開的時候 你就開始拍 然後你覺得說這一朵煙花 你看完了 拍完了 你就把它結束 然後等著拍下一張 因此這個速度 有時候4秒鐘、有時候8秒鐘 有時候2秒鐘、有時候2秒 有時候6秒 不一定的 就看那個煙火的 大小焊火的程度 今年Pandemic剛剛過完 我們很多人也打了疫苗 但是呢 而且你應該說是在戶外 但是呢 我還是要建議大家 你的口罩要戴著 為了你自己的安全 保護你自己 記得 即使在戶外 都還要戴口罩 因為可能會遇到很多人 而且這些人 也許跟你的距離 就不會站得很遠 好 那個 我很喜歡拍煙火 我很喜歡拍攝這些流動的東西 所以拍煙火非常的好玩 那 有幾種拍法呢 其中第一種 也就是我很早期 剛開始拍攝的時候呢 我就 對著天空 就拍天空的煙火 所以呢 Edison Kabon Town 一開始的時候 那離我家很近 一開始的時候 就想 哇這個城市這麼有名 它的那個煙火廣 廣告的也很好 沒錯它的煙火蠻好看的 可是呢 你只能對著天空拍 因為四周都是 就是 Condo啊 Building啊 煙火 就在那些 Building的上面 展開來 它的煙火是蠻 蠻好看的 但是它的那個 因為我家住在Edison 附近 所以呢我把車停很遠走進去的 好 這個 那是停車問題的 等一下再看 所以我等一下要給大家看的這幾張照片 就是我在Edison和Brikenridge Park拍的 就是對著天空拍的 這些我完全沒有 動我的 相機 那就是 一開始 設定好的 ISO100 F8 然後速度由我自己決定 這樣拍下來的 一朵一朵的煙火就把它記錄下來的 這個在Brikenridge Park 因為它 它是有一個池塘 然後這些就放在池塘邊上 它是打了一朵到一兩朵 在天空 然後 地上的 靠近 那個池塘邊上的 噴火也噴上來了 好 那個 我剛剛有跟大家講說 我 Edison Kaboom 它的煙火很漂亮 所以我去拍 可是拍完了之後 我發現 你除了拍它的天空之外呢 什麼 別的都沒有辦法加進來 所以我就比較沒有興趣 可是我很喜歡Brikenridge Park 它在Richardson Brikenridge Park 就因為它有一個小池塘 那個池塘邊呢 你就可以 沿它的倒影一起拍下來 好 但是呢 我要先講的就是說 我們拍煙火呢 跟地標一起拍 那就很有意思了 呃 我這邊講說是Fail Park 跟Dollars 還有Dollars Downtown 就看 先看Dollars Fail Park 白天去的時候是這個樣子 那個Fail Park 那 呃 它是Fail Park的煙火呢 它是在Fail Park裡面有一個 呃 打棒球的地方 是不是 那個很大的Stadium 所以呢 人們就坐在Stadium上頭 那 非常空曠 地方也很大 可是 呃 Stadium都高高的嘛 那 煙火就是從Stadium的 後 後方 另外那一頭 打到天空去高高的 所以 沒有什麼前景 我一看是這個樣子呢 我趕快走到這個轉輪下面 這個這個轉輪不是白天看是這個樣子嗎 那我就趕快走到這個轉輪附近 知道煙火來的位置 因此呢 拍了一些這樣子的照片 嗯 不是很滿意 但是至少有一個地標 這些 並沒有動那個 呃 焦距它 煙火打出來 就是這個樣子 Dallas的煙火也蠻漂亮的 好 但是呢 剛剛我跟Serena 我們也在談 Downtown Dallas的煙火 那就更漂亮了 為什麼呢 我們 就在這個橋的旁邊 的 堤防上 大家看到 這個是放煙火的地方 他們告訴我 每年煙火 如果Dallas有放煙火的話 都會在這裡放 呃 實際上 Dallas的煙火 多半都在Fail Park 放的 是近幾年 嗯 三五年 五六年吧 才在這邊開始 開放 放煙火 所以我們是在 這頭 我們站的地方 就在這邊的 呃 提防上頭 然後呢 這一張 就是他 時間一到 他一開始的時候呢 他放的不是煙火 他放的一些煙幕 我一看說 哇 相當特別 所以趕快 我就不用報 我就把時間設定 我忘記幾秒鐘 八分之一秒 還是十六分 呃 還是幾分之一秒 四分之一秒 還是八分之一秒 因此呢 就有拍到一些 呃 這種煙幕的 的情況 然後呢 他他先放完了 這種照片 這種煙幕之後呢 他就開始放煙火了 那這一張 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這不是一張照片的 他還是在這邊放 所以這個煙火 是他在這邊放的 其他的幾個都是 我從別的照片裡面 抓過來貼上去的 因此讓感覺說 這個好像煙火 很多很漂亮 但是 能夠在Dallas downtown拍的話 你看到這個地標 Dallas這麼多漂亮的景 橋 有Reunion Tower 還有呢 Trinity River 上頭的一點點水 但是水上 還是有亮光的倒影 所以相當有趣 相當漂亮 而且比較有意思 因為他有韓字地標 這是另外一張 也是貼上去的 我 故意 把這個也貼上去 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 好像是在這邊拍的 剛剛講到 剛剛講到說 在這邊拍 我是站在這邊的堤房上頭 有一些人 有一些朋友呢 他們是到 更遠的這個橋上 更遠的這個 更遠的這個 Sylvan Street的橋上 或者是在橋底下 的那個 Crow Park 他們在這邊拍 那你在那邊拍的話呢 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觀 因為我站在這個堤房上 我看不到30號的那個 遠拱橋 但是如果你在那邊看 你就會看30號的遠拱橋 但是你在那邊的話 可能要用的鏡頭 就是要比較長的鏡頭了 好 那就是說 你站的什麼位置 其實是很重要的 位置 地點非常重要 好 然後 再來就是說 拍煙火 除了拍煙火之外呢 連水上的倒影把它拍下來 那 我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說 如果你要拍水上的倒影的話呢 你的 因為 我去的地方那個池塘是小小的 並不是剛剛講的那個 Lake Grayvine 那邊的 站在 building 站在 停車場 五樓的停車場上 走往遠處拍的 我就是在那個池塘邊拍的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下的時候呢 你的三腳架就離水 越近 越好 就在水邊就把三腳架記上去了 然後 注意你站的位置 其實不管在哪裡拍 你要拍 有地標 你要拍有 水中倒影 的時候呢 你站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張也是 就是他拍下來 他打上來我就拍下來 沒有做任何的 特殊效果的動作 但是呢 你就可以看到說 上面一朵 下面一朵 對不起啊 這個沒有調整 那個 地平面是斜斜的 沒有調整 這張圓 那張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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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烟火非常特别 它是在Farmus Branch的Historical Park 它的烟火打得不高 它的烟火就在地面上不高 等一下,好几位朋友都已经到Farmus Branch去看过了 去拍过烟火了 没有拍过的朋友就看看自己的照片 它真的是非常特别 其实呢,这边这个火点就在地面上 然后它就打到几层楼高而已 没有打到很高 所以呢,我这一次应该是我拿着超广角站在最前面拍的 然后如果你到Farmus Branch去的话呢 你就可以拍前面的观众 因为差不多做的蛮整齐的 做的一排一排的 拿着折叠椅啦 或者是坐在草地上啦 一排一排做的蛮整齐的 像这个样子 你连观众都把它拍下来了 然后因为它的烟火不高 因此呢,就觉得跟观众在一起 同时,像这样子形状的烟火呢 我只有在Farmus Branch看过 那我在台湾也看过烟火 但是有点类似,不太像 然后这个,像这样子的烟火真的是别的地方我没看过 它,这个我完全没有做任何动作 我就是五六秒钟把它拍下来的 它的火是这样子转上去的 所以,为什么我喜欢去那里 因为它的烟火很特殊 拍起来很漂亮 这个就是它 两个 两个炮,是不是 那个 两个放烟火的炮枪 同时把烟火打上去 你看是不是形状非常特殊 别的地方很少有这么 这么形状特殊的烟火 因此我很喜欢去 可是呢 趁机跟大家讲一下好了 因为我很喜欢去 所以我几乎每年都去 一直到几年前 他检查我的包 然后说 哦,你这里面有这么多相机不可以带进去 我说,为什么 你在这边就是让人家拍摄的 他说不行,这是那个 会产生危险的东西 可以拿来打武器 那我后来我就没办法了 我就 出去 回到车上 只带一个相机 带一个脚架 他就让我进去了 没有带包 他就让我进去了 可是我记得好像只有那一年 可能是他们 没有搞清楚状况 所以才这样子 才检查包 但是 现在要不要检查 我就不知道 从那次之后呢 我就没有再去过了 虽然说我很喜欢那边的烟火 可是那之后我就没有再去了 今年我跟Serena在讲说 要去哪里拍烟火的时候呢 我也有想到要到这来拍 拍她这些漂亮的烟火 但是呢 就看 就像这样子 人这么多 她那个放烟火的park 又小小的 然后她烟火又放的不够高 在今年的pandemic的情况下呢 我跟Serena讲说 我们如果摄影学会 要带队一起去的话 我们就不去这边了 但是 朋友们 如果您自己有兴趣的话 愿意去的话也可以 那现在是这样子 你不是Farmers Branch的居民的话呢 你就要买一个门票五块钱 不怎么样 但是就怕人多 好 好 这个 特殊情况怎么拍呢 普通的烟火拍完了呢 除非你有机会到Farmers Branch 拍这些形状特殊的烟火 不然的话呢 还是要放一点特殊效果了 这样拍出来的烟火 才会 比较有趣 同时呢 你每年出去拍烟火 虽然说一年就这么一个weekend 或者甚至在那个 New Year's Day的时候 Reunion Tower有好几年都放烟火让大家拍 但是 就算是一年就这么一个weekend 可是你通通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 没有什么挑战性 没有什么变化 因此呢 有一次呢 有一次在网路上看到 人家是这么拍的 所以我赶快去练习 就到2013年就到Birkenridge Park去拍了 这边就要注意 这边就要跟大家讲说 如果要用这种去改变你的焦距的情况下拍的时候呢 你的手要非常的稳定 这样子你拍的时候你才会动到你的相机 那拍出来的烟火的线条才会是直的 好 这边呢 你就看到我的手不是很稳了 不过我就不理他了 因为他这个烟火的形状很漂亮 正在Birkenridge Park Birkenridge Park的烟火也很漂亮的 蛮特殊的 那就是说我看到 嗯 他开始打的时候呢 我就把焦距放在最远 最相反的地方 也就是说应该是放在无限远 可是我就把它放在最近 然后 然后看烟火打出来的之后呢 我再把焦距对上 因此呢 这个晚一点出来的烟火就是清楚的 早一些出来的烟火就是 对焦不清楚的 有产生这种水滴状的情况 或者是像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 这个是 刚出来的烟火 你拿不对焦的情况去拍的时候 它是比较粗的 比较模糊 比较粗的线条 像一些都是 然后 比较晚出来的 这边就有几张这样子的了 好 那另外一个拍法就是说 我们加上一些变异的画面 在Farman's Branch 因为它的烟火的形状特殊 它的烟火特殊 所以呢 就是前面的这个烟火拍完了之后呢 它紧跟的上来的是这种 刚刚我们看到像扇形的烟火 然后我让它打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动我的相机 产生一些线条 这张也不是说很好看 但是就是有个变异 我觉得比较好看的是这一张 线条的变异让你觉得说 比较under control 然后比较有一个好看的感觉 好 那再来就是说 又回到Brekenridge Park 因为调整焦距 再加上 纸面上的道理 那你调整焦距的时候 我一开始 我只是说 把焦距放在最不清楚的 然后再把它调到清楚 这样就拍一朵烟火 然后 实际上呢 我们 大家都慢慢开始拍了之后呢 就发现 你烟火的时间够长的时候呢 你可以转好几次 也就是说 转好几次的意思是说 你的对焦 是用转的嘛 那通常我们是放在自动 自动对焦的部分 你按一个钮 它焦距就对上了 可是这个时候 因为你是用 手动对焦 因此呢 像这样子就是 刚出来的时候呢 我把焦距放在 不清楚的地方 然后再来呢 焦距放清楚 然后再焦距 放在不清楚 然后再焦距清楚 也就是说 你可以送它 让你的那个焦距呢 产生不止一次的变化 那这个这个就是说 天空的 烟火 有这种 变动焦距的 变化 水面上 一样有倒影 因此 因此一个 比较普通的 烟火呢 你就可以有 有机会 拍出来 不一样的 情况 这些 这些都是有加上 变动焦距的变化 就是因为有这些 调整 焦距的 拍摄方法 这个拍摄烟火 变得非常的有趣 非常的挑战性 然后可以 可以产生出很多 不同的 烟火的照片 也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人 跟我同时拍 这朵烟火的话呢 他拍的跟我拍的 就会不一样 他调整焦距 跟我调整焦距 开出来的烟火 也不一样 没有调整焦距 是清楚的烟火 也不一样 所以 这样子拍烟火 就非常非常的有趣了 刚刚讲的几个拍摄烟火的方法 也是 我从网络上 从老师那边学来的 那 我们摄影学会呢 北德州亚裔摄影学会呢 有几位拍的照片 相当好 所以我拿出来 让大家一起观赏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老师 赖医师他拍的照片 那大家可以知道说 他的烟火是在湖 湖上拍的 这边有湖的倒影 然后远处呢 还有房子的灯火 这个是烟火 烟火快要结束的时候呢 他就拉动他的相机 拉动相机呢 还要注意到 相机拉动的角度 因此呢 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产生的不是只有平的 而是会有写下来的 这种 这种 线条 所以这是一个拍摄方法 要不然呢 就像我刚刚有跟几位 讲过的 就是说 那不然 不在池塘边上 这个是在 Late Grey Vine 旁边的 行车场 拍的 是从远远的地方 往下拍的 因此 湖上的船 湖上的倒影 通通都拍下来了 感觉这些照片好像也是 是不是再贴上去一些 加上 加上一些 那个 烟火的 比如说 这个的倒影 不见了 不说 这张是我在网络上 取下来的照片 也就是说 你也可以这么拍 我相信这张的 这个 曝光可能只有几分之一秒 四分之一秒 八分之一秒吧 因为 这个 时间 这 这个火片 走的时间 就是你拍摄的时间 但是 产生了一个很特殊的效果 而且相信这个是 长镜头拍的 长镜头 把这些景观拉近拍的 再来给大家看的是 有一年 我在 好像 我带的是长焦去的 我就说我这一次 我不要拍全景 我要拍长焦 同时呢 就 对准的烟火过去呢 这个是烟火出现的 那个火片出现的地方 火块出现的地方 然后呢 拍摄之后 我还动相机 呃 就是 给自己一个 好玩吧 拍摄烟火 就不一定只拍摄 一朵一朵的那样子了 这就是我那一年的想法了 因为每年去拍 每年去拍 虽然 一年只有一次 一个周末的时间 可是 拍出来的东西都一样 也很没趣 所以呢 我就试着 去拍 拍出来不一样的东西 是好是坏 不知道 是不是很好 不知道 大家 是不是一定要这么做 不是的 随便 您打算怎么拍 怎么 您打算怎么拍烟火 就要用您的 想象力 增加 您的想象力 用您的创造力 让我们今年呢 出去拍照呢 拍摄烟火呢 也可以拍出不同的东西来 跟我 这边讲的 拍摄的东西不一样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机会 拍不同的东西 让我们大家来分享 好 这个 几个要注意的事项 就是说 因为拍摄烟火 就大概 每个城市 每个城市呢 他给你 给你放个十五分钟的烟火 就已经花不少钱了 所以他 他都跟你讲说 大概就是放个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吧 或者甚至有些地方放三十分钟 因此呢 你要去哪里拍烟火 你这个晚上就这么一次机会 所以呢 到网络上去找找看说 什么地方 什么城市拍烟火 那就注意着 然后 注意着当天呢 如果你没去过的地方呢 你就要先去研究 你打算要拍地标呢 就要把位置选好 不拍地标呢 也是要把位置选好 找一些去 找一些去研究了 他烟火放 放烟火的位置 然后呢 找好你自己要站的位置 同时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 拍烟火就这么一个地方 我一个城市里面就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整个城市的人 通通都过来了 大家都挤过来这边看烟火 大家也都想找最好的位置啊 然后 他很多时候都是这个城市呢 在一天有活动 一整天有活动 或者说 我六点半就开始有个活动了 让我们大家来 玩游戏啊 吃东西啊 听音乐啦 可是结束的时候呢 烟火一结束 大家一块通通要回家了 你怎么回家呢 这个acted strategy 就要很注意了 有一些地方 他是不让你开车进去的 有些地方是 他呃 让你开车进去 但是出来的时候 人多到不行 比如说 Alan好了 Alan 呃 他让你开车进去 他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或者是说 附近停车地方很多 可惜要出来的时候呢 一步接一步 在那等着 Breaking Ridge Park呢 不让你开车进去 他有十几辆bus 在附近的一个停车 很大的一个公司的停车场 他让你坐bus进去 那出来的时候呢 大家都要出来 你可能要等个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才能坐到bus 所以你打算怎么样呢 这都是一个strategy 要想好的 那我们以前去Breaking Ridge Park 开的时候呢 我们就停在差不多一麦以外的 一个shopping center的停车场 那还是一个office building的停车场 他反正晚上没有人上班 所以他停车地方很多 我们是大家car pool进去的 走一麦进去 不所谓啦 一麦走起来二三十分钟就到了 那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总之 时间地点要先研究好 还有怎么出来怎么回去 也要先想好 那个我再跟 那个我再跟 我看看 我有 刚刚哦 这个 现在大家看到了吗 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看到了吗 看到看到 就是说 拍摄烟火呢 除了拍摄的技巧之外呢 去的地点时间 还有怎么去都是要很注意的 我们以前最喜欢去的 Richardson的 Breaking Ridge Park 今年它cancel了 所以呢 Breaking Ridge Park不能去了 那就是说 Farmer's Branch 能够去吗 这是Farmer's Branch的 网路上的消息 我把它圈下来的 他说如果 如果在Farmer's Branch的 Historical Park 那个人太多的话 你就可以到别的地方去 那过去几年 都是人很多的 我们都是很早很早就去站好位置的 Serena跟我在讲说 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北德州亚裔摄影学会 一起去组个队去拍那个烟火的时候呢 我说Farmer's Branch不能去的 至少今年不要去 因为人很多的 那么 就去Alan吧 Alan他有一个很特殊的 就是说他都是在4th of July之前的星期六 他就会放烟火了 那他就有讲他在哪里 Alan我去过一次 没有什么前景 没有什么地标 然后呢 没有池塘 没有倒影 所以我去过一次以后 我就在里面去过了 但是如果说今年要去 组队要一起去拍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去Alan 因为一 你可以把你的车开进去他的停车场 同时呢 出来的时候 你不用人挤人 你就坐在 赶快走到自己的车上 就好了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呢 Downtown Dallas 今年没有烟火 Dallas Dallas 今年只在Fail Park 有烟火 所以呢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不组队去了 可是各位 您的时间 您的 距离 都不是问题的时候呢 就不妨去试一试那些 您没拍过的烟火 有湖啊 或者是有水啦 或者是有地标啦 或者是不怕人多啦 但是戴好您的口罩 好 那再多讲一点 如果要去Alan拍摄的话呢 不是没有地标 没有水的倒影吗 那就可以看看说 是不是可以拍到一些观众 当前景 或者是说 我那一次在Alan的时候呢 正好看到旁边有一样汽车 我就抓了汽车 汽车玻璃上的倒影 跟天空的烟火一起拍下来 那就是说 这是一个拍摄的方法了 好的我的presentation已经讲完了 没有很很 没有花很长的时间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 请说 OK 谢谢美根老师 这里有个朋友 他说 请问您用哪个软件来修图 和把哪些烟花贴在一起 我都是用Photoshop 实际上软件很多 比如说Photoshop 它同一个公司 它有lightroom 可是 因为我一开始就写Photoshop 然后我就发现 嗯 lightroom的功能呢 Photoshop全部都有 Photoshop有的功能 lightroom没有 所以我就没有再去写lightroom 那要把几个 呃 烟火放在一张照片上头呢 可能需要的是Photoshop 是不是Sirena 对是用layer 用layer mode 来调就好了 把几个叠 那个叠在一起 用不同layer mode 然后它就会把那个背景 弄霉掉 就烟花会亮出来 呀 但是如果你只有 呃 没有说要把几朵烟花 加在一张照片上头的话呢 lightroom是一个很好的功能 可以把颜色调出来 比如说呃 我不知道lightroom是不是有那个curve的功效 就是说呃 你用curve去调的时候呢 在Photoshop里面的curve呢 你就会把亮的地方调亮 把暗的地方调暗 因此那个你的烟花就会 比较清楚 同时背影的 背景的部分呢 它会更更加暗 所以让那个背景暗的地方呢 就比较不会那么眨外 没有问题了吗 对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 好那我就是投入 哎 简老师我问个问题 然后就是这一次带队的话 然后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然后大概去哪个城市 嗯到Allen 嗯 6月26号那天简老师会带队去Allen 然后7月3号4号可能就不组织 大家就自己决定去什么地方 6月26号主要大家先练习一下技巧嘛 先熟悉一下 然后7月3号4号可以自己私下 在在就是在决定去哪里吧 因为就是平常我们往年去的地方 今年都没有放 到时候我们会分享一下 就是说到底哪个哪个城市 什么时候有放烟花 到时候会分享在群里面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3号4号的时候去哪里 谢谢 谢谢会长 谢谢简老师辛苦了 讲的真好 不会不会 那个我就是要提醒大家 用你的创造力 用你的想象力 希望你今年可以拍出不同的烟花 或者是说把烟花拍的很漂亮 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参与 我是我是从波士顿来看您的这个演讲 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美 非常的好 非常有想象力 非常感谢您 我们的美国东部时间 现在是已经到了8点47分了 非常感谢 谢谢 那就是希望大家都有机会拍到很好的照片 所以我这个分享也是很简短的 但是就希望大家拍好照片 今天照片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好 谢谢 谢谢 觉得每次去拍烟花好像还没拍够 然后就结束了那种感觉 就是啊 就是很贵的 烟花很贵的 打个15分钟要花很多钱的 是啊 一下下好像还没拍够 然后就没了 所以啊 我们在Dallas 就是一定要找这个三天的机会 一天是Alan 然后7月3号7月4号 一定要找机会 所以通通都要去两天 找各种不同的地方去拍 对 最起码可以拍三次嘛 对这样 对 那边看到7月2号好像也有个地方有 嗯 对 对 我看一下啊 到时候到时候把那个链接 发在群里面好了 大家看看再决定去哪里 反正6月26号是学会会组织 去Alan拍一下 大家先熟悉一下 那为什么选择Alan 是觉得比较安全一点 而且也就离大家住的比较近 不会开车开很久这样子 对 对 OK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就到这里了 谢谢简老师 谢谢Serena 谢谢Annie 你好 你好 看到我们协会也有一些会员来听 非常精彩 尤其是烟花的变异 非常有创意 对 我想正好是7月4号到了吗 我想大家很多人可能会想去 就是拍拍烟花了 这个 对呀对呀 每年这个时候就到 可是一年没拍有的就忘了 所以要再 去一下 非常感谢 谢谢Serena 谢谢你们来 谢谢你们学会的参与 哦不客气 共同分享 那好再见 好再见 再见 那我停止录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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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